我国卡车在越南也越来越多了起来 这是在越南的公路上 我们看到有韩国的现代卡车 过来的这辆就是我国的重汽豪卧卡车 豪卧在越南算是比较多的 特别是这款豪卧H420马力 有苍榨车也有自卸车 这款是自卸挂车 为什么越南人偏爱豪卧仔也不知道 相比日系韩系车可能我国卡车性价比更高 所以越南人可以说多了一种选择 后面橙色的是三菱 旁边白色的是日野 最后面还有一辆五十菱清卡 这又是一辆豪卧 在越南美国的二手车可以说非常多 通常是美国的长头卡车居多 越南人用惯了日韩美系车 豪卧打入越南市场作为后来者确实不容易 除了豪卧之外 越南同样有成龙重卡的身影 这里就连续出现了两辆 夹杂在这两辆成龙中间的是豪卧 可能豪卧的马力更大一些 成龙估计也就三百多马力 所以豪卧在速度上面会超过他们 旁边这辆红色的长头车就是美国二手车 在越南能选择的车子太丰富了 喜欢长头就长头 喜欢平头就平头 越南人也越来越多选择中国的中卡 目前来说还是豪卧出口越南的更多 成龙大概是第二多 广西更靠近越南 本以为成龙会更有优势 在更远的山东 豪卧车出口越南反而更多 美国长头车受欢迎估计是 它的驾驶是更大 它的休息区显得更加舒适 后面还有一辆欧曼 欧洲的沃尔沃斯堪尼亚很难见到估计是价格的原因 我国卡车性价比很高 估计以后越南会越来越多 大家觉得在越南路上都跑中国卡车需要多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